当地时间2月13日 共和党人把持的美国众议院以214票对213票的微弱优势 通过了对国土安全部长亚利杭德·罗马约卡斯的弹劾 为了凑够支持票 刚刚因为癌症接受干细胞移植手术的党内二号人物斯卡利斯特地赶到华盛顿投票 很幸运 这是关键的一票 马约卡斯是拜登政府负责美国边境安全的最高级别官员 弹劾案由佐治亚州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等共和党人发起 他们指控马约卡斯在任职期间多次违反国会颁布的有关移民和边境安全的法律 故意和系统性的拒绝遵守联邦移民法 有为公众信任 也背离了法治精神和三权分立的原则 国会除了弹劾之外 别无他法 也就是说 共和党认为 过去两年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 就是因为国土安全部长亚利杭德·罗马约卡斯的玩乎职守 正因为如此 他需要下台 马斯克也跟着凑热闹 在2月3日就在X上发起了一次投票 投票结果是近90%赞成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 可惜网民的意见不代表国会议员们的看法 本月6日弹劾马约卡斯的首次投票以失败告终 6日的投票充满戏剧性 投票几分钟内 初步结果以215比215打成平手 由于共和党众议员肯巴克·麦克加拉格尔和汤姆迈克林托克反水 形势对共和党不利 几名共和党议员围住了投反对票的加拉格尔 劝说他改投赞成票 但是加拉格尔拒绝这样做 随后祸不单行 刚做完手术的民主党众议员埃尔格林赶到会场 投出了关键的一票 最终投票结果为214对216 未能通过弹劾决议 共和党在众议院拥有为221一席 民主党为212一席 一席差距非常有限 在凯文·麦卡锡和比尔约翰逊离任 以及乔治·桑托斯被驱逐后 众议院共和党人出现了三个空缺 共和党的优势更加薄弱 少数人反水就会造成失败 共和党人很生气 他们指责最近一段时间辞职的共和党众议员 也指责议长约翰逊经验不足 但实际上约翰逊已经很努力了 在表决之前 众议院已经两次召开听证会 展示了自己搜集的大量证据 田纳西州众议员 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 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调查马约卡斯 特朗普盟友马乔利·泰勒格林的一项决议 将这一调查推至前台 在听证会上 麦克·约翰逊议长拿出调查材料 称拜登政府至少64次破坏美国边境安全 马约卡斯本应该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己任 却限制边境巡逻队执法 导致三年来至少850万非法移民涌入 其中还夹杂着恐怖分子 10日的听证会更是持续了整整15个小时 在第一次弹劾失败以后 约翰逊还私下与共和党内的反对派进行了交谈 试图寻求他们的支持 按理说 这种行为并不合理 但约翰逊说 这是一个极端的措施 但是极端时期需要极端措施 在经过一系列操作之后 第二次投票终于举行 214比213 这个结果可以让共和党人 以及他们的老大特朗普满意了 当然 仅有众议院通过还不行 弹劾还得过参议院这一关 要完成弹劾程序 必须在参议院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由于目前民主党以51比49控制参议院 所以弹劾要成立 除非太阳从美国的西边出来了 共和党人对此当然也是心知肚明 但是无所事事的国会议员们 除了开开会搞搞事 又有什么可做的呢 共和党搞这次弹劾 不过是为了抢几个热点 帮自家的总统候选人上头条而已 就算这次弹劾未必成功 却能在大选逐渐升温时 让选民关注移民议题 攻击拜登政府处理移民问题不利 从而为特朗普造势 对于共和党玩的伎俩 民主党方面看得明明白白 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和马约卡斯纷纷指责 共和党弹劾后者的指控毫无根据 拜登表示 众议院共和党人为了玩弄卑鄙的政治游戏 公然采取违宪的党派主义行为 将目标对准一位可敬的公务员 历史不会善待他们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 更是毫不客气的说 弹劾案目的就是制造混乱和讨好特朗普 的确以罪行来指责马约卡斯毫无道理 这次弹劾本质上是一场政策纠纷 只是表明共和党人不喜欢拜登政府 透过马约卡斯实施的移民政策 拜登和马约卡斯都被广泛认为是支持那些非法越境的人 因为许多民主党城市都宣布 他们是无证移民的庇护城市 马约卡斯执行的是拜登总统的政策 拜登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用于阻止非法移民的政策和设施 而马约卡斯则可悲地当了一回替罪羊 马约卡斯遭弹劾显示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陆续展开 民主、共和两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对立进一步加剧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移民问题的观点尖锐对立 民主党人大多奉行多元文化主义 认为美国的文化与人种多样化是大势所趋 对边境移民表示同情 在民主党选民中 有88%的人都认为移民为美国带来了好处 但共和党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 对移民感到反感 许多草根群众据此认为移民正在抢占他们的生存空间 对于移民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拿不出有效解决方案 两党都将移民问题视为攻击对方的政治武器 拒绝相互妥协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为了彻底反对特朗普关于移民政策的极端言论 基本叫停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边境管控政策 相对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 导致了移民大量涌入美国边境地区 去年一年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就达到了300万 他们除了来自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 还有来自更远地方的包括中东阿富汗和毛里塔尼亚等等 拉丁裔人口的急剧增加 导致了美国白人保守主义者的极度恐慌 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特朗普 在2024美国大选年移民问题成为两党争斗的焦点 两党之间的矛盾 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矛盾都在急剧激化 德州国民警卫队与联邦执法人员的武装对质 至今尚未解决 而针对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 就是共和党对德州进行支持的一项举措 特朗普对非法移民进行了尖刻的指责 他们带来毒品 他们带来犯罪 他们是强奸犯 就是借助这样对非法移民的妖魔化 特朗普成为了共和党的团结者 成为全美国的焦点 实际上 特朗普就是靠移民问题起家的 2015年以前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仅有4% 但当他开始妖魔化墨西哥非法移民后 他的支持率飙升至54% 直至现在依然是共和党的核心人物 而议长约翰逊 正是特朗普的忠实小谜地 披荆斩棘斩获一张宝座 更是离不开特朗普的支持 在2024大选演讲中 特朗普已经承诺 倘若他成功坐上总统宝座 一定会效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失背行动 实施国家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遣返大批无证移民 他还将重修边境墙 恢复穆斯林国家的移民禁令 立法终止非法移民的工作权和一切福利 同时起诉那些胆敢帮助非法移民的慈善团体 强硬的移民管理政策 是特朗普能够取得极高支持率的重要原因 仅对其中重修边境墙这一条 就有86%的共和党人和36%的独立选民都表示认同 特朗普宣称移民正在毒害美国的血液 这一说法得到了近47%的美国成年人的支持 在共和党中更是高达75% 移民问题是民众对拜登施政评估得分最低的领域 只有35%的受访者认可总统正在做的工作 61%的摇摆州选民认为 拜登政府处理移民问题不利 现在特朗普正在极力渲染边境问题 向选民们展现出自己比拜登更适合保卫美国 他的竞选逻辑就是 面对内忧外患 拜登总统软弱无能 自己则是美国人民的大救星 这也与一些选民的感觉不谋而合 即国家走在错误的轨道上 国家需要特朗普 弹劾在美国曾经非常罕见 但现在已经被用作对行政机构的宪法制衡手段 并越来越多的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武器 弹劾克林顿 弹劾特朗普 弹劾拜登 弹劾马约卡斯 各种弹劾层出不穷 成为了美国进行内斗的工具之一 专家分析指出 在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设计下 美国的政治体系特征是阻碍政府城市 但往往两党之间可以通过对重合利益的认识和妥协 导向问题的最终解决 但现在美国面临的局面却是 问题越来越难解决 近十年来 政治极化的加剧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兴起 造成了双方对立的激化 各方都踊跃地通过各种否定性权利 争取集团短期利益的最大化 导致治理困境的增强 这就导致政府停摆风波层出不穷 政策难以达成一致 顺利通过 众多问题悬而不决 然而各方面利益上的对立 终究只是表面现象 其根源还是美国的整体衰落 带来的国力不足 美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去解决世界上角角落落里的各种问题 而是越来越自顾不暇 美国的援武法案迟迟得不到通过 就是因为自家都已经过不好了 哪还有心思去管什么万里之外的乌克兰 这也是特朗普的极端右翼政策 能得到支持的根本原因 美国已经开始收缩 自保 对于僵守 伸向全世界越来越感觉累了